今天又不再讲李隆基了 讲了很多,大家说你还讲他吗? 有些新东西就讲了,没有新东西就不讲了 一阵阵吧 不讲李隆基,但是要讲李隆基的起源 哎呀,你又来啦,又李隆基啦,是呀,因为李隆基的起源 其实我讲他的时候最主要是因为有个叫金慕萨 金慕萨都已经在这件事里面,就有很大的,令到全世界很大的回响 究竟现在他是这样,怎样呢?这位所谓曾经试过很红的空姐 经过了一个不知所谓的,搞了一大堆的 坏东西,骄傲网民,做些衰衰格格的东西 究竟 他是不是可以翻身呢?有很多人会问,喂,刘先生,究竟他怎样? 关心一下他啊,是不是呢?真是关心一下他 因为为什么呢? 老实 其实他的subscribe不是跌得那么紧要 跌了某阶段,又升了一些,然后又停了 所以呢 究竟是不是因为这样 这个金慕萨就有机会度过了呢? 有很多情况 我今天统合了 整件事做了一个 哎呀,金慕萨的最后报告,哈哈,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我们知道,究竟 这个金慕萨 搞了这么大堆东西,有什么发生? 究竟他人是怎样的? 究竟 里面的内幕,或者是 我分析出来的 透视性的效果,又是 带到什么给大家看 这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听一下我的分析 首先分析之前,当然要看一下他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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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看一看他的 现在的每月月赚的钱 是看到多少? 4.7 4.7K的磅 即是47,000港元左右 是不是? 我记得上次呢,我有跟大家 show过的 我记得上次就是8万多 那我久不久也有看下他的,跌到5万多 那接着呢,就现在跌到4万多 都很糟糕的 那你说4万多代表什么呢? 那这样,他现在还是1日出12条片的 那现在是47,000港元,是不是? 这个数目看得很清楚 那么 有些人说,social break准不准什么? 不要讨论这件事了,基本上也挺准的 很贴近的 不会差太远的 那你47,000港元一个月 就是他现在的收入 那也挺好啊 你不要这么说,人家以前是30多万的 30多万,跌到4万多 喂 早快跌,再跌一点就变了10%了 你跌到10%的人工,你说好吗? 你不能这么说,他在高空跌下来 还会再跌? 一会再讨论这件事 我现在先讲讲 什么叫47,000港元 47,000港元的话 其实除了30天 他每一天,港元是现在讲的 就 47,000港元 除了30天,就是平均每一天 他大概有1567港元的 哇,每天还赚好1567港元 有些人会开心啊,有些人觉得很麻烦 都不容易的,因为为什么? 你看他 不停 在自己的频道上 那么 他就会剪成12条片 12条片啊,老闆 都12条片啊,他现在是呀 一直是出这么多的 当然啦,每条片都是10分钟上下而已 就不会太多 那么好了 他加加买买,未必够我多的 那个时间 因为我都有 没有去200分钟啦,也有100多200分钟 那么他12条片就是8多分钟,差不多都是这样 那么应该未到200分钟 一时时看 但是当然啦,这条片就是出新的容易一点的,有些开场白啊 后面有些拉拉长长的,会更容易一点的 那么12条片,其实每一条片就是他的收入 平均 是130.05元 好耶 那么当你认为,那些基础是港币啊 即是说现在他每一天就出 12条片 每一条片他可以赚到130.5元 以现在这个情况的Round 那么 而以前呢 是赚到多少钱? 以前30多万的时候是1000元一条的 即是说 他现在 只有以前的13%左右 所以你就知道啦 记住啦 这个就是金慕莎的大教训 就是说呢,你做这些坏东西,你会变成这样的样子 但是当然啦,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不认为他已经 跌到这个数字是停的 不会的,因为为什么我也有大致看他的东西 就是 当一些的网民已经不认同你的时候呢 你是很难,因为KOL呢 就是意见领袖,很老实 就是听你说话嘛 哇,你这个人这么讨厌的 哇,他就不会喜欢听你说话 那些人就会离开 那些人就会离开 那些人就不会是说立即离开的 那些人就不会是说立即离开的 你看到,你说话都无无畏畏了 那些人越说越说越说越坏 就是这样的啦,很有趣的 所以你看到他就 那个数字是一直跌的 他有些聪明的 结束了那件事 提款机的事之后呢 他就 去了找一些小报 他就 捉住那些小报 说一下王菲的事啊 不停的 就把那些小报的东西 不停的转移 转移 他那时候也撑到有 八万多元一个月的 但是你就搞不定了 因为这些新闻 当王菲出来澄清了之后 你再说也没意思了 那些小报都没东西说了,他没东西说了,你也没东西说了,所以你再装点 王家新闻 香港不是很多人喜欢听这些东西 有限 所以你看到他又开始搞一些娱乐的东西,但是已经没有人喜欢听这些东西 因为他已经知道你是一个很衰衰格格的人,你这么衰格的人有多少人听吗,所以 可以一直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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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内看他的订阅数,你以后看看 alada 我之前告 mentioning 我说 ان brushing 是不会有些什么 這樣就停在這裏 你看看那個大圖就看到了 他這裏基本上是不動的 17萬 是不動的 搞不搞笑 很搞笑的 即是 他的訂閱 沒有多 沒有少了 已經30天之內都是平穩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這樣的 總之有些人還勉勉強強的看他 但就逐漸離開 每個人都會懂得聽慣了 但當大家都不喜歡他的時候 你就自然會離戲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有一個行為 他現在不喜歡他就隨便刊了 會負面反感 而且你也沒有印 以前有很多留言 現在少了很多 沒有印 不愧與他玩 慢慢的 人們覺得沒印就走 订阅数现在是17万 没错了 看看这个数 还是170k 17万 他仍然能保持到这个数 但这个代表了一件事是什么 原来很多人 他不支持你 但他会 变成你的僵尸份 我自己称这些叫僵尸份 例如我看看萧生 你见到他虽然有90 有90万的 订阅 但你有没有见到他有90万的电击 当然没有了 50万也没有了 40万也没有了 即 十几二十万都算OK的 十几二十万左右 即是里面有很大部份是僵尸份 不看的 变成你带动不了你自己的 流量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即是你如果有一定的subscribe 但是 你又达不到那个subscribe的数字 那些点击的话 其实 即是久不久你也应该要碰一碰 才能 显示 你还有这么多人去支持你 即是你还没支持的 你没有那么subscribe的 那就没有啦 但是 如果你有那么subscribe的 他都不来的 整天都不来的 即是其实已经变成僵尸份 就真的 一直都不会理你 只不过人家是废鬼事 废鬼事要走去做多个动作 把他弄走 所以不要看到自己subscribe 或者看到很多人subscribe 很厉害 不是的 很厉害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 活跃才能支持你 他们不活跃才能支持你 好了 还要再说很多其他东西 因为今天最主要是和你分析 这个 金慕萨这个人是很过瘾的 希望你 一直追着他看 我会怎么穿透去分析这个金慕萨 好了 接着他过去的30天 他的总点击是什么呢 是1.8mm左右 即是180万 其实点击不算少 OK的 但是当然 对一个 曾经试过去过这么高点击的人 现在这个就是一直一直滑落的 你看到他 在过去30天 其实他减少了 45.8% 即是说我上次报道的 他均时是8万多 现在只剩4万多 跌了40-50% 所以这个是告诉大家 大家都不接受他转型 而且一直 萎缩 我中间看的那些数字 绝对高过现在 即是说他一路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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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慢慢 脆脆地放弃他 好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 你又要看回 他的视频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也有去理解过 即是他每天出现 虽然出了12条片 但是 有没有意义呢 每条片其实有些少到只有几百 就算高的那些 也过不到一万 只有几千 9000是很少的 多数都是3000-5000左右 当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就 告诉你 你已经报道去滅亡 因为 你已经这么多年人们去支持你 为什么会 现在连听你说话都没有兴趣呢 那你就 很明白 人家虽然 继续 没有 unsubscribe你 但是 你的影响力也没有 所以我估计 会一直一直跌下去 好了但是这次要讲一下金毛沙的赛酉报告 要看一下 究竟出现了什么的启示出来 第一要跟大家说 网民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你记得 整件金毛沙这件事 他开始 其实他是 赢得开行的 你看看报纸 其他的报道 全部都是 基于这个金毛沙 这个Smart Travel 他所报道的东西 然后转载 报纸是免费卖广告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冲进去 听他 看他的 那么你想想他揭发了有一大堆 就是 踢爆啊 李隆基啊 和 就是 王清霞的事 然后最重要是有那个韦三祸 有个韦三祸就再掀起一个很大的高潮 哇 全城 焦点在那里 其实他已经是得到一个做KOL最重要最重要的点 就是他握住了这一件事在手 那么要所有的媒体都要跟着他 啊 结果呢 他真是厉害 他真是 你看 他本身一开始这一件事已经是 其实当然不是他这个 Sorry 当然不是他 一个人的功劳就说 是啊 他有个KOL啦 就做成这样 不是 是因为他证实了 再一次证实了 这些传统的媒体 已经 控制不了现在 这些 市民所要得到的这些 资讯 因为为什么 他们也不是20小时操作 做KOL 有什么事发生 我会 看着他 立即来 我立即报道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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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就有那个 消息 很快 第一时间可以 可以告诉 网民听 自己的粉丝听 这件事 以前不可能的 Tv比6点半的新闻 6点半的新闻 吵什么 是不是 11点3 还是11点半 就不继续了 新闻 就是这么多的啦 你那时候准时 收看 你不准时收看 就是这样的啦 现在这个世界 不行 现在要 24小时的大佬 你不24小时 全世界24小时 你看到新闻 现在就算有网那些 不停地更新 有什么要更新 这样才是做媒体的 现在的人希望 有最新鲜的东西 给他 而这个KOL 就可以得到这个平台 因为24小时可以订阅上去的 好了 这个GAMOSA 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呢 利用这个KOL的优势 抢夺了这个传统 媒体 以前全部都是电视 雜誌 报纸 去踢爆那些 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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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次 用KOL的形式 去踢爆 大家很痛快 令到所有人都跟着他 去说 所以其实他已经拿到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扭转了传统媒体的 一路垄断的形势 谁知道 他又很厉害 他又可以把优势全部扭转 所以这个GAMOSA 真是 真是夸张 他是 你想想 找李隆基 獨家专访 接着还要播出来 大家都想着他怎样再踢他 不是 他真的像周星馳那样 鼓励不了 他真的鼓励不了 在那个影片里面 苛瑜奉承 对呀李隆基 接着又邀请了 王青衙出来 接着又说 很漂亮呀 你们两个也很好呀 很亲爱呀 哇 他真是一反自己 所有的 之前他踢他们两个 很狠 很用尽力地踢 完全没有理 就觉得可以 一眼反转来 我就可以 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 结果 播出来当然是被人骂到云 你当网民白痴 那个王青衙画的曲子 那个李隆基 所表达的那个态度 真是衰革到不得了 但是这个金毛沙 完全不觉 厉不厉害呀 这才是厉害呀 你回去剪片的呀 你可以有很多时间慢慢搞的 没有呀 完全不觉 厉害了 于是精彩示范了一次 被网民 去造反 要对付你 要直接攻击你 要令你有损失 然后有很多网民 当时留言 如何去惩罚他 叫人走 不要再看他 怎样怎样 一大堆 但是我告诉你 当然在其他的KOL里面 也曾经试过发生这些事情 但是因为这些娱乐性的八卦新闻 好像真的 我记得是没有试过 他开创的天仙 就是 这个金毛沙 是真的 拿开他的胸口 被人家中一锤 下去的 真是痴痴地线 喂 你就是 第一人就是叫他 unsubscribe 当然啦 当时的网民就会觉得 哎呀 还不是跌了很多 跌了两三万而已 不是很厉害呀 有什么搞错呀 快点叫他死吧 这样 几夸张 没有呀 香港很少这样的情况 因为为什么 多数是留言 是罵你的 他不单 大家unsubscribe 叫他走呀 这次的事情 真是 真是很重要 你想想一个这么高 原本大家很渴望的 都是追着他看他的消息 现在反过来 是 大家要走呀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逆转 这个金毛沙 没有呀 老实 他 好像觉得没事 一直扮得很淡定 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 那么 这个扭转了传统媒体的逆转模式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 啟示 因为 大家以前从来没有试过 有了网络之后 大家知道可以有KOL 但是 开始大家见识到KOL的实力 吓死人 真是有力量的老闆 好了 那么 你想想 以前如果你不喜欢平台 比如说 八个集资 你不喜欢他报道的形式 或者什么 你怎么办 下次就不买 以后也不买 但是是不是真的 伤害到他 为什么 他最主要的收益 是来自广告 广告 看到你 行的 销量很高 他不会走 有很多 大家都不喜欢的 集资 他继续存在 你吹吗 你也很难刺痛得到 现在不是啦 现在看着他跌粉 啊 开心啊 看着他跌击跌 哎呀 活該了 真是很直接的 现在 真是的 不像以前的 完全直接 这样做的 好了 跟着 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金毛沙 死不认错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 明明是错到离谱 但是 死不认错 完全不肯的 为什么 说回他 其实呢 他做这件事 最主要就是因为 自己想建立一个 就是娱乐包青天的地位 对呀 就是说 我以后呢 就双叉你的 然后呢 双叉完你之后 你就来找我 我就做娱乐包青天 帮你拍板 究竟你是对 还是不对 是不是呀 于是 我又有 继续点击 所有的艺人 以后都来跟我 听我说你站在下面 这样的东西 哇 多棒啊 这个完全是 他发得瘋的 真是 这个金毛沙 这个空射 好了 结果呢 就是 你希望用 愚弄网民的方法 成为为我独尊的网红 这些人 当然是 摸了街 当然是不行 你的智慧本身就低了 即是一字记者就蠢 非常 蠢 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 为什么你 这么蠢被人踢爆了 你又不认错 为什么 当然啦 第一样呢我认为是跟他很臭串的性格很有关 因为我们写人物性格知道 就是这些臭串的性格 这些东西 劉定显你也是啊 我也有多少 没有他这么臭串 为什么呢 他直接是 无理取闹的 很多 亂来的 我们都要讲一些道理 讲一些因由 他不用的 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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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臭串 臭串 没错 他叫臭串 分别到了 这种臭串的性格 因为是喜欢此兆人 喜欢骂人 糟了 反过来我和你低头 我说我不对 那不是好没有非事 那我以后还可以做臭串的 不行啊 所以 他不肯认啊 不会认帝位 不好意思我做错了 好像那些什么一大堆 那些 艺人出来认错的 一大堆很多 那个谁 那是邀请的男朋友 那是邀请的 那是邀请的 哎呀 我是那个 壞 壞了 壞了个男人 壞了个男人 是不是 那是 就是Paco Paco 会不会写稿 Paco 也不是编剧 亂教他 教他什么 好了 这种臭串的性格 就令到 死都不肯认低位 死都不肯认错 这件事很大 他不知道 在网络上 是 更加燃起人的瘋 好了 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他自己 很有信心 就认为 他是有机会大翻身 那这件事最重要 因为为什么 他会看数字 究竟是怎样 这叫 危机处理呀 你知道做惯空者的都有危机呀 突然间有危险呀 他都要学会危机的处理呀 当初的时候 30多万 的收入 跌到8万多 4分1多些 还有没有得够呢 咦 停了呀 他看到停了 哇 可以呀 停的话 我又一直在做其他 那些 王妃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停住他 然后慢慢推上去呢 我觉得他自己在某程度上 是有信心的 他仍然是觉得自己 可以的 你看 我还有 17万的subscribe 我有17万的subscribe 不会死得他的 行的 看上去 这一个空姐 当时 我想他 仍然是抱有 幻想呀 妄想呀 但是当然在他的分析里 不是幻想不是妄想 这是事实来的 有这么多人支持我的 好了 他唯有去找办法 就去报道 跟他说过 王妃呀 走一些小报的 行的 另类的独家 其他人是没有跟我争的 我一直在做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 是一只 是一只 还强的小强 我这只小强 你打我 不死 哈哈哈 你吹吗 是不是 这个就是重要 就是呢 他觉得自己是 还强的小强 他还可以 翻身的 那么 既然撑得住 就撑下去啦 但是后面那样 才是 更加重要 这个人为什么不认错 为什么 因为呢 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没错 这一样东西 大家没想过 有一种人真的是这样 知道吗 是你经常看过这个角色 丁下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做得很错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错也没有 很厉害 这些人才要一错到底 不会完全想 自己 寧願跳扭 也不会想自己错 厉害吗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错 这些人 这个 金欧莎 我很觉得 他 是这样的人 人生就是这样的啦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嘛 这个频道是我的 我怎么玩呢 你能够吹吗 你这些 这些网民 怎样呀 你以前不是又听我说话 让我玩 我说怎样怎样 东东东西西西呀 你骗了你那么多like 对不对 如果你那么聪明 你就不会给那么多like 现在一时失手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机会 再搞另外一个提款机出来 油爆一堆东西 到时你这些网民 就一样来看我 对不对 这个就是金欧莎 内在里面那样东西 一个不肯认错的人 因为他觉得我自己还是很厉害的 我一定会 翻身的 没问题的 因为为什么 找到一个新的提款机题目 又是一些类似的东西 我就可以了 一定要听我说 因为全部人都根本 掌握不了这个故事 这个 我个人认为 就是金欧莎 全在心里面 很深很深的一样东西 所以他死都没有认错 因为怎么认错 哪有未来呀 未来又不可以做一个这么厉害的人 厉害的人 厉害了 金欧莎 觉得自己 全聚了 没问题 你终有一天 要回头 求我 看我的东西 哈哈哈 所以 你见见 17万的 subscribe 他没有走的 因为为什么 他又不觉得我很有价值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遇到好的题目 但是 我找到好的题目 我就拿着他 然后呢 我就是继续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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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事就是 金欧莎内在想的事情 根本就没错 错什么呀 你错 平时说话都是这样的 怎会会检讨自己 他不会的 既然不会检讨自己 他就不会的 我全都对了 我全都对了 继续做 厉害了 厉害了 金欧莎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大家看到他还有 17万的subscribe 他睡不到醒的 是呀 为什么呢 他觉得这群武民都是蠢的 对我有期望的 未必我一有新鸟爆的时候 我凶者就灾红 睡着都笑得醒 好了 第3个问题 就是这个 第3个点 李隆基 说完空姐这一段 把空姐和李隆基结合 才有个总结 李隆基找过 金欧莎 和他希望洗白 对不对 没错 接着 咦 金欧莎是什么事啊 不行啊 李隆基又怎样 再找 华记正X样 有些似什么 有些似李隆基去追求女生 追求完这件 哎呀搞定 第二个 他死了是不是 他借啊 他什么事啊 我玩完了开心 好 第2个 接着第2个就找 华记正X样 又搞 哈哈哈哈 又死了啊 不要紧要 扔了他又第3个 你想想 女死女还在呀 所以这些主持人 玩完一个就一个 第3个 梁思浩 玩呀玩呀 没玩呀 还有个眼亂帽 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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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李隆基呀为什么呀他认为自己 很有这个号召力的嘛要不然怎样人家搶着来 经常打电话来跟我 访问的 我要选择一下的 选择一下 我觉得很安全的 或者我认识了很多 去了很多年 梁思浩 他不会出卖我 不会乱来的 要不然我马上走了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李隆基就会觉得 没问题 我继续去找不同的替身 绑着这些东西 那我在那里做什么 可以 继续做我自己的角色 那 为什么李隆基要接受访问呢 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就是 他真的不懂youtube 不懂做youtuber 喂 七十几岁真是不懂搞好合理的 我当初搞都要学一学的 不是完全 哎呀马上来啦 这样又不可以这样的 所有的朋友上次直播了 哎呀刘先生 你几十岁啦 你不懂搞直播 我们都不会怪你 不是呀 我搞过的啦 已经直播过两次的啦 不忘了 要按某些按键 那就算了 那也是什么 都是假的啦 是假的 我承认的 很合理 好了 接着 李隆基搞不了这个平台 那怎么办 唯有走到别人的平台上 平台对平台而已 他不会走到他的电台 白白痴痴呢 那个什么 民园 饭庄 白白痴痴 别人在网络那里 他就去找商台 你是不是白痴 为什么 哎呀 打龙通嘛 两个人 是不是呀 商台整天他都吃饭 大家好朋友的 我们就来这儿访问 不要紧 你又不会 我带点点心给你吃 开心呀 是不是呀 他不知道 最坏格的 好了 接着 就 这个的 李隆基就会觉得 因为自己还有人气 我有点击 只要我保障 不会被人串 那我就可以访问了 那好了 就是李隆基 一直坚持 你看他的情况 是一样的 他的 style 他的 本质 控制得 很稳定的 就是什么 哎呀 我是受害者呀 我没做错呀 大家误会了我啦 你不要这样啦 我也是受害者 我都这么老了 我是脚来的 我受了很多委屈呀 我有什么错呢 我是老牛吃乱草 你们是不是妒忌呀 他离你去 其实是你一堆说话 因为为什么呢 永远都是扮弱者 哎呀 昨晚呀 杰哥呀 你是不是没有睡觉呀 不是不是OK的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假扮自己的弱者呀 辛苦呀 就是这样的 永远是这种角色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 不敢 不懂 不愿意 去 面对那件事 就是说 喂 现在大家招着你 是因为什么 你 和女儿公开了 那些什么 假文件 假证书 现在法庭都要告你了 是不是呀 大家又踢爆了 但是这些画是淘宝来的 不是你的女儿画的 你不知所谓完全不懂画画 然后 还有违反逗留条件 又去做事 你完全清楚的 你想一下 这一大堆东西才是大家要问的东西 他从来都不回答的 对不对 他不会说这些东西 他那个圈 范围在那里 这些是范围以外的东西 不说 范围以内的东西 就是 我好惨 我老牛吃完草 是啊 我都不缺女人的 哎呀 你们妒忌了是不是呀 不要这样啦 哎呀 好惨啊 我睡不着 我女儿在里面 我现在很伤私 变单私 好惨 撑你的肺 为什么呀 因为你犯法呀 扑街 犯法就是这样 明明今天不是讲李隆基又讲李隆基 一提这个人就想骂他 有办法 讲坏啦 讲小小啦 好啦 重点 就是说 究竟 为什么这一班 主持人 不提 刚才大家想 听到的 明明大家想听 假文书呀 假文物呀 你倆有没有 勾勾搭搭 或者你有没有 疏擺他 我们想知道这件事 全世界想问你 直接就问你 你回答 没有问过 一句都没有 一个字都没有 为什么 即是说这一班主持人 全部跟他在事先 有构同 包括 金慕莎 跟着 华帝 华记正X样 这些全部都谈好了 这些事情不要问 免得很尴尬 对啦 答得 OK啦 我又 一会很抑郁的 被你问到 眼睛 就挺好看 全部都谈好了 大家互相配合 你做什么 骄网民 没错 就是这样 为什么 你一定要谈的 谈好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能看到 这个 老牛 这个 提款机 他根本 就是在那里 声声作态 假装 然后一切 他就已经 刚才是这样的 是呀 他有这种 我之前说过 Cut的artist 记得 那个 许子安那件事 也有说 有空去看 那这个 整个结构 就告诉大家 就是告诉 Bogdan 所有这个kte战 网云 全部都是 你看起来 全部都是 这些闪闪 作评论 的 全部都是這樣 不肯為自己 犯過的錯誤 去承擔任何一分的責任 所以這個男人就沒有責任 沒有責任心 弄到自己的家裏 唉 亂吵架 就是這樣 真糟糕 好啦 要講這個李隆基 死性不改 死心不惜 再找機會 他又會繼續去被人訪問 希望盡力 一樣是扮回以前的模式 娛龍市民 希望這些網民 看過他壞事的人 全部都扭轉過來 你們不是的 你忘記了 不要再想這些事啦 我是好人的 打閑老師 就想一下他自己是好好的 他已經想入腦了 好啦 整件事我又分析到這裏 我希望大家看看 今天的金莫薩 做到不知所為的壞事 結果是甚麼呢 很糟糕的 由33萬變4萬 即是4萬多啦 我估計 你不要讓我猜中 過多月之後 2萬多 不估3萬 2萬多 社會 和那個 平台會淘汰你的 你不做好 或者是沒法做好 也都會淘汰你 不要想你 強注氣撐 你就有無力的 即使不行 希望大家 安心我啦 別看他啦 這樣就最好了 這傢伙 應該要受這個懲罰 我正在說金莫薩 沒有說了 這個李隆基 記住 要有閒無私 看一看 就不要看他的片 笑一笑 那就很開心 三萬人 嘻哈 抵死 然後看到二萬人 嘻哈 抵死 是呀 有時候是呀 有些人會說 不是呀 別人都怎樣 不是呀 有時候 社會要告訴大眾 有些人做過某些壞事 他們要有報應 他們要有懲罰 如果是這樣 我們的社會不得健康發展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喜歡的請你點贊 訂閱 分享給你喜歡的朋友 OK 拜拜